中国期间的最新焦点要带你来关注 就是日本的真子公主 她在今天上午已经跟她的大学同学小士龟完成了婚姻登记 也正式离开了皇室成为平民 两个人是在日本时间下午两点钟也举行了记者会公开晒恩爱 真子她在记者会上坦承 有关于两个人婚姻不时的报道讯息 确实让她很伤心而且造成了压力 同时也对于个人婚事为民众带来的困扰还有麻烦而道歉 两个人婚后的记者会原本是要回答媒体事前提出来的问题 不过因为这些问题的内容让真子心生不安 所以宫内厅临时决定要取消现场的答复问题环节 让两个人发言之后就先离席 改是以书面的方式来答复媒体问题